一到聖誕就很厲害 全香港政府的各部門 我都差不多做完了 誰說話這麼囂張 就是第一代推出西餐廳到會的Uncle Sammy 我以前在酒店做 我是負責到會的 一來到新美山廳 一開張都一直做 當時的道會公司沒那麼多 差不多只有一兩間 坊間小見的法式煙蠔劇片跟多士 就是當年的經典道會小食之因 最受歡迎的煙三文 黑魚子醬 吃這些黑魚子 鵝肝醬 以前的道會比起現在要求就高得多了 通常開張的伙企全部都是酒店 不是漏面不是隨便找一個人進來做 出來做道會也跟著我去 道會很重要的 你不要看道會 這麼簡單 你帶小一樣東西你就幾件事 一定要帶很多東西 差不多以前的火柴都 火柴和煙灰灰宗魚都帶去 當時政府各部門 連大使館都會找他們做道會 令他看過不少奢華場面 那領事館是赤柱的 最漂亮的是黑魚子 大大罐的鬼佬 看著他整間整間套下去 是餅乾這麼高 還敢吃 他懂得吃 雖然道會服務很受歡迎 但他說不是每次都賺賺 單單要賺他多少 究竟有汁就說明 有多少汁就說明 尤其的議員 全部都是大機構 大班 大律師 大政府官員 銀行總經理 每次都在這裡吃 那些你不要想著 我要賺你多少 有時候要吃那些 正正就是這種不計較的態度 令到森美道會越做越旺 現在他們還在做這些小食 但叫的多數是一些公司開幕派對 這個聖誕不妨來個懷舊派對